大家好,这是老陈,俗话说呀,软的怕硬的 硬的怕嫩的,嫩的怕恨的 恨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 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光着定的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啊 我们呢,就借着这句俗话 来接着说武林那些事 最近武林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各种各样的趋力拐弯的事情 昨天我看徐晓冬,他发布了一期视频 说,他的好朋友 选我啊,为了跟伊隆 这个PK,又投入到了王湛海的门下 王湛海也是练传统武术的嘛 所谓的太极啊,等等,也有很多很多的话可以说 所以呢,他就说这个 玄武以后不是他的好朋友了,不是他的好哥们了 见面可以打个招呼,他主动不跟他联系了 我们呢,就把这些 搞传统武术的 搞西方拳击的,就是西方搏击 包括拳击啊,摔跤啊 或者是坤手刀啊,泰拳啊,把这些都算进去 就是人家吸收了现代这种搏击元素的 不断发展的,这些人呢 我把它归结为武行里头的硬的 而把,像我这样练武术套路啊,或者练太极拳啊 包括这个气功啊,等等的 都把它叫做软的 就是武行里头的,软的那一行里头 所以呢,我们软的这一行,我们心里很清楚,我们就怕人家硬的 那我们软的这一行,存在的 理由,就是存在,为什么会存在下去呢?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市场,很多人愿意练这个 你现在,先不说国内这些人,就说国外这些老外吧 咱们说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当中,就包括中国的太极拳啊 中国的各种武术套路啊,就这样 你说,西方人他不知道这个拳击的厉害吗? 不知道现在搏击的厉害吗?为什么他还要去学太极拳? 为什么还要去学这个套路? 因为他喜欢嘛,他就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就是最大最大的理由 就再说到打吧,你 练一点点,练一点点套路 你总比不练好,最起码你在自我的信心 你说强身健体,跟搏击有没有关系?有啊 你身体强了,肯定能打得过身体弱的嘛 你多少练着点,出拳速度能快一点 踢腿速度能快一点,你知道一些人体的解剖原理 知道人体哪个地方比较容易受到攻击,哪个地方是弱点 你总比不知道要强一些嘛 这就是硬的打软的,这也是相对的 你练过武术的人,身体强壮的人,跟身体弱的人相比较起来 你身体强壮的人,他当然肯定就稍微硬一些 这就是软的怕硬的嘛 硬的,你还怕了,你还怕恨的了 人家,什么叫硬的怕愣的,愣的人家就是 你虽然练过武术,你练过拳击,你是徐晓东 但是我拿一块砖头,我拿一个铁供给你干 那你肯定也干不过啊,你拿胳膊来搁挡 一下子把胳膊给打折了 那,愣的呢,怕恨的 你为什么愣的怕恨的,你一个人,我找上一帮人来打你 你害怕不害怕,你肯定打不过,你肯定害怕呀 你就拿个铁供,我拿着枪 你能打得过吗 嗯,再就是 恨的,怕不要命的 你比方说你恨吧,你找了一帮人来打我 那我呢,我不要命,我给你破命 我呢,就是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下刀子,或者用枪按住打你 我把你打死,我知道后果可能我自己没命了 或者说我打的过程中会失败,会逼你杀 这就是不要命的嘛,后面这些 什么不要脸的啦,等等等等啦,都是 这么个情况 所以真正的我,就是 你学习军事技术,你如果真的想学杀人的技术 那你就,按照现代的这个说法 你呢,就买把枪,你好好的练习射击 这就是最大的大杀器,比你练什么都强 比你练什么,什么这个搏击啊,什么裸脚啊,比你这个都强多了去了 这个呢,还不行,就是像加拿大,现在我不是给大家讲过军训嘛 我们这里的小孩也军训,军训并不是踢阵步 而是学习无人机的操作呀,或者军舰的操作呀,或者是太空卫星 信号的处理呀,等等,都学着这些 你学这些才是真正的武功,才是真正的武 而现在,我不是讲过嘛,你学什么 搏击啊,或者学拳击啊,都是打给人看的 都是一种表演,跟那个舞蹈没什么区别 跟那个套路也没什么区别,其实在练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搏击的技术,你要通过小型的这种套路 来慢慢的让你熟练,然后呢,你在实践当中好好的运 你运的,你要为了把它运熟,你不停地要练 这样呢,你就是,其实那也是套路 那也是有它的一定之规在里头 现在就再接着,我们再说这个套路吧 我们既然说到套路上去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去选择练套路 包括我周围的这个西人 而不去练这个武术搏击呢,第一个 他喜欢,喜欢就是最大的理由 第二个呢,你就是练套路 成本低一些,一个人就可以练 什么时间都可以练,不用跟别人去约,也不用去找场地 找个公园,找个困地 练吧练吧就行了,而如果你练这种搏击呢 最起码你得找俩人,你得找一些 包括这个护具呀 最起码你得买双手套吧 然后呢,你就不停地练,你花的时间也多 而且你也要不停地吃肉啊,现在人呢,现在这个社会啊 你吃肉可能会发胖 发胖呢,你得花时间再去把它减肥,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而你如果不吃这些高热量的这些东西,高蛋白,高热量的 你呢,就没有劲儿去练那些高对抗性的 叫俊静剂,我在大学的时候也学过拳击 叫俊静剂,你是没办法去练,练练你身体就受不了,因为你要消耗嘛 而你要练这个气功啊,或者是练这个太极拳啊,练套路 你其实用不了这么多的体能的这种复充 你吃素就可以,或者是你按正常的饮食就可以 所以呢,这还是有它的道理在里头 这里我刚开始说的那一段 这个俗话,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叫软的怕硬的 软的是什么?软的就是我们这些练套路的 那硬的是什么?硬的呢,你就是练这种拳击啊,或者是现代革击啊,等等的 硬的呢,就是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恨的 恨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 不要脸的怕光着钉的,那为什么光钉的最厉害呢?光钉就是碰瓷嘛 我碰了瓷,让你打了我,或者是让你车撞了我 我再找你给我赔偿,我要钱,是最重要的 最后还是归结到一点,就是 云云众生,结为历来,什么对自己有利,就做什么事情 西方人,他练武术套路,他觉得对自己有利 他练太极拳,觉得对自己有利 而你去练那个现代搏击,或者是练拳击摔跤 那你也觉得是对自己有利 这就是个人选择,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市场 好了,谢谢,再见,拜拜